當有幸運之神眷顧的時候 各種好運想躲都躲不掉 美國巡寶船接二連三巡獲金幣寶藏 另外看到大學迎新的投籃比賽 竟然有新生投進半場大號的三分球 獲得一個學期免學費 一起來看看這些喜從天降的好運氣 1715年 十一艘滿載寶藏的西班牙船隻 在巨風的襲擊下 撞到佛羅里達州東海岸的珊瑚礁 觸礁乘船 船上價值不菲的寶物 也因此沉入海底 當然這些寶藏 不可能就此默默隱居海底 与神鬼七航中 海盜巡寶的情節不一樣 受委託的美國1715女王艦隊珠寶公司 擁有權利在搜索的海域進行打撈 非常幸運的 他們巡迴了價值美金450萬的金幣 而這些金幣已運送給西班牙的國王 1715女王艦隊珠寶公司的老闆 布倫特·波利斯本說 7月30日他們在薇洛海灘潛水中 找到了350枚金幣 其中包括九枚被稱為 皇室艾斯庫多的罕見金幣 在找到這九枚金幣前 世界上只有20個這樣的金幣存在 尋寶團隊用船螺旋槳在沙池海底 吹了一個洞 一直到達基岩2.4公尺深的地方 打撈工作持續了五天 發現金幣的巴特利特在 龐帕諾海灘市靠裝修廚房 和浴室維生 潛水是他的嗜好 雖然在巡獲海底保物時 他可以按百分比分酬勞 但他不是為了賺錢而尋寶的 至於潛水員為何在這一帶尋寶 是因為這裡靠近以前發現寶藏的地方 看了喜從海中來的天價寶藏 相較之下 這個生活中的小確幸 雖然微不足道 但卻足以讓學生雀躍不已 在美國印第安納州的 Bowell State大學 舉行了一場新鮮人 爭取免學費的投籃比賽 場中的Lam Turner 在全場觀眾秉息的注視下 一半場的距離 一個跳躍 投出一個空心大號三分球 進球的那一刻 全場歡動雷聲 這一球喜從天降 獲得一學期免學費 這也是三年中的第二個幸運兒